今天來到這裏揭曉金像獎的入圍名單 我都是一個很樂意和很開心的事 因為每一年的金像獎 去年已經停辦了一年 其實今年雖然在疫情之下 我們仍然可以舉辦到 所以我作為一個業內人士 能夠支持這次的活動 我都是自己很開心的 你剛剛揭曉時是否有點緊張 都有 因為雖然今天不是揭曉誰去獲獎 但是入圍都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對很多朋友都 這件事我不會覺得是一個很草率 很輕挑的態度去揭曉入圍名單 我都很緊張起來 因為我都尊重這件事 尊重大家的過去一年的兩年的努力 在一個這麼逆境的狀況下 仍然拍了這麼多電影 這件事是值得鼓舞的 露火入圍會不會有很大的感受 對你來說 都會的 其實露火會有一些 我自己個人會比較特殊的感情 在上面就是陳穆勝 他離開了我們 但這部是他的遺作 或多或少就是這件事 譬如說 這個是一個我自己的感情分離 我又不可以說 其他人大家 這部是最好的或者怎樣 所以我都不可以說 特別提出哪一部電影 或者什麼獎項 什麼心髓 總之都是大家努力 第三部 是否第三部再拿 其實我都要用心拍戲才行 我不可以隨便說明年又拿 我自己都 我自己都還有很多追求 我在電影上的追求都 如果大家看回我過去的訪問 我對自己的追求都還有很多東西 所以會有一些題材 我自己可能自己拍得多那類 我都想拍下其他類別的題材 組合 所以令到這幾年 可能我因為這樣而令到自己可能 那個空間小了 但是我沒有辦法 我自己都是想嘗試多些接觸 不同的東西 第一就是看到業界 就是電影院要關閉這件事 心情當然不好 就是難過 但是這個也都不單一是在電影業 就是香港現在這個氣氛之下 就是很多行業都面臨同樣的困難 譬如你食肆 很多種種種種大家都知道的影響的行業 是挺無奈的 因為自己業內 你覺得事情嚴重一些 如果你是廚師 你是開餐廳的 你又會覺得都是這樣 都憂心憂慮的 但是又不到我們這些星斗市民可以做出什麼改變 唯有就是在這種氣氛之下 大家這麼不開心 我都說可以盡量 希望在明天 還有現在日常大家 少見人少出街 少什麼都好 某程度上我覺得社會的氣氛 令到大家的情緒其實都壓抑大了 所以我會覺得大家可能 在日常一些小小開心的東西 就把它放大一些 即是今天吃了一碟很好的菜 或者今天和什麼朋友聊天 很開心 那就開心一點 放大一些自己開心的情緒